大家好,我是杨哥 就是当过着是一座开国皇帝的陵墓 这座帝陵很多朋友留言和私信 说一定要过来拍摄 这位墓主人在历史上 他的评价非常高 他就是隋文帝杨坚 在陕西咸阳距离市区76公里外的王上村 有一座巨大的风土堆 从远处看像是一座山 这座风土堆来自1400多年前的隋朝 它是一座地龄 墓主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隋文帝杨坚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巨大的风土 就是隋文帝的太陵 它的风土高度达到27米 从远处看就像一座小山 风土下方就是隋文帝的地宫 据说这座地宫完好无损 没有被盗过 在风土前方还有三座文宝碑 这是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宝单位 这边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宝单位 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宝单位 在风土前方还有一座石碑 过去看一下 这座石碑上方刻的是隋文帝太陵 这也是陕西巡护 碧原所立 如今时隔1400多年 隋文帝太陵的地面建筑 已经不存在了 只剩下我身后这座巨大的风土 再讲述着它曾经的辉煌 这座隋文帝的陵墓 最初在风土周围 是有夯土城墙的 除了城墙还建有雀楼 城门还有祭祀大殿的建筑 根据测量 隋文帝陵的总面积 达到49.29万平方米 隋文帝太陵的地宫 是被考古调查过的 在风土南侧 也就是墓碑的方向 发现了两条平行墓道 它们相距23.8米 而且都有七个天井 和七个过洞 这两条墓道 是直通风土下的两座地宫 这就可以说明 隋文帝和皇后是同分异血 简单的说 就是在地下修建两座香林的墓室 然后在地宫上方 起一座风土 地后各自埋葬在自己的墓室内 在西汉时期 地后虽然在一座灵眼内 但他们需要各起风土 到了东汉时期 地后合葬在一座墓室内 再到隋文帝灵的同分异血 从两座风土到一座风土 这也反映出皇后的地位 在逐渐提高 地后合葬 对家族观念的传承 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体现了皇室 更加注重家庭关系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位墓主人 隋文帝杨坚 他来自洪宗阳市 是一个大家族 他是东汉太尉 杨镇的第十四代孙 他的父亲叫杨忠 是北周的开国功臣 后来被封为隋国公 他的女儿是北周的皇后杨丽华 后来他在朝中的势力 不断地上升 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然后他把小皇帝周敬帝 一脚给揣了 这才建立了隋朝 杨坚建立的隋朝 就是以爵位定国号 但关于隋这个字 还是存在争议的 据隋书记载 说杨坚的父亲杨忠 在北周时前 进爵为隋国公 杨忠去之后 杨坚习封爵位 后来杨坚称帝 以隋为国名 但根据周述的记载 认为杨忠的爵位 隋国公中的隋 他是隋便的隋 于是杨坚称帝后 改国号为隋 但这个隋字 他进行了改动 因为走之爬 不太好 有走的意思 于是杨坚 改为现在 咱们看到的 这个隋字 无论哪种说法 最终杨坚创建的隋朝 只存在了37年 还是说走就走了 杨坚建立隋朝后 他确立了三省 分别是中书省 门下省 尚书省 这些部门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 中书省是对政务提出处理意见 门下省是对中书省提出的意见 进行审核 尚书省就是执行机构 由于尚书省是负责 具体事务的执行 这么多事情 他肯定忙不过来 所以又在尚书省的下边 设立了具体执行机构 这就是六部 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 肯定听说过这六部 他们分别是 吏部 民部 公部 礼部 行部 兵部 这六部的设置 一直沿袭使用到了清朝 隋文帝还总结了 前朝法律实践的经验 制定了新的法律 这就是 开皇律 他还对地方行政区 进行了整理 废除了中间的郡 把州和县 进行了一些合并 改革了官员的选拔 和任命制度 官员的任命 全部交给朝廷的吏部 隋文帝还开创了科举制度 他是普通人 入室的主要渠道 在当时那个年代 科举制度 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 他让很多寒门子弟 看到了奋斗的希望 开创科举制度 也起到了抑制 权贵势力膨胀的作用 科举制度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一直到清朝光绪时期 才彻底被废除 从隋朝建立以来 隋文帝就对整个大隋帝国 在各个领域 比如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法律等等 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最终隋文帝 结束了270多年的分裂局面 统一了南北 隋文帝在历代帝王中 绝对算是一位 比较重视节俭的皇帝 他说到 在历朝历代 没有因为奢侈腐化 而能长治久安的 他不光自己节俭 他还要求手下的大臣 一样节俭 正因为节俭 剥削较少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百业兴旺 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 隋文帝提倡节俭 可不是说说而已 他是以身作则 就算自己的家人铺张浪费 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比如杨坚的第三个儿子 杨骏 他在生活上比较奢侈 这隋文帝一怒之下 直接把他关了金币 后来杨骏知道自己错了 请求他父亲的原谅 但隋文帝 一直都没有原谅他 从这就可以看出 隋文帝是一位 崇尚勤俭 尊重法律的皇帝 关于隋文帝的节俭 也是存在争议的 比如他大兴土墓 在各地修建宫殿等等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好有坏 每位帝王 有功有过 隋文帝是功大于过的 他结束了几百年的乱世 统一南北后 民众的生活变得安稳 获得了休息 社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在604年 隋文帝阳间驾崩 终年63岁 刚才咱们聊到这座风土下 是有两座敌宫 一座埋葬的是隋文帝 另一座埋葬的就是他的皇后 这位皇后在历史上的名气非常大 她就是独孤家罗 也被称为独孤皇后 隋文帝是历史上 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她的一生只有独孤皇后这一位妻子 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 开国皇帝 一生只爱一人 下一集 咱们就聊聊这位传奇的女人 独孤皇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